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边是一个AK47 是一个苏联经典步枪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 那么两个人为什么被靠背的作战呢 那么文字上写的话是之前他们还是敌人 现在的话他们就向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部队进行一个开战 我们知道没有永恒的敌人 也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对不对 好 那么书接前文 那么在上一回的话 这个特殊部队和这个十字卫队的话 在进行一个征战 他们为了就是想得到这个仪器 就是这个苏联的秘密仪器 那这个时候是被沿上部队一个团团的包围啊 那么指挥官走出来向大家训话 要将他们处死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右边 右边本期的题目的话就是死亡之强 好 指挥官的话再跟大家进行一个训话 那么告诉大家呢 我们沿上部队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得到这个苏联的仪器 以实现我们称霸世界的梦想 但是现在的话呢 眼前是两个部队 一个是特殊部队 一个是这个十月卫队 这样我很头疼 很为难呀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又是一个战事频发的阿富汗 我们的话呢 又不能久留 怎么办呢 有一个主意 你们两个部队开始自相残杀 看最后能够剩下谁 好 那这个时候指挥官的话呢 就是带着这些部队的话呢 准备撤离 那么只留下了两名成员呢 进行把守 其实后面的目的的话就是 能够剩下那些人的话呢 再让这个两个人进行一个处死 这样的话呢 第一绳子弹 第二的话呢 也不会拖延时间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他是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呀 我们知道当时二战的时候 德国士兵的话呢 是把这个英国士兵逼到了这个敦克尔克 那么装甲式的炮管的话 就指着这些英国士兵啊 那么这些人的话呢 是英国的所有几乎的兵力 那么这个时候 希特勒是立刻叫停 反而让这个空军去处理 所以经过投弹来消灭这些士兵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反而给这个英国的加以喘息啊 那么最后的话呢 也是这个敦克尔克大撤退 对不对 这是一个二战时期的奇迹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指挥官的话呢 他没有立刻消灭这些人 那么其实的话呢 是为之后留下一个隐患 好 那么望着指挥官这些部队远去的身影呢 我们这个clutch 就是这个吉普车司机 跟那个breaker断路器就开始聊天了 哎 断路器你知道吗 我这个手法可是非常快的 待会我给你变一个魔术啊 北克说你想干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突然间呢 在这个吉普车上的机枪的话呢 突然发射 将前面站着的两个舌兵的话呢 是打倒在地啊 好 那这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clutch就说了 刚刚的话呢 我是按到我手里这个遥控器 来遥控我车上的这个机枪 没错 我这个机枪的话呢 是可以进行遥控的 这就是为什么总是想带着我这个吉普车呀 好 那这个时候baker说呢 不要看他很牛 我也很厉害 刚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载具上面的话呢 我安装了一个定位器 现在这个眼神主观的位置的话呢 我了如指掌 好 那这个时候苏联方面的话呢 就跟那个特朗普队说了 说 既然这个现在你们已经没有遗器了 你们对我们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现在要去追这个指挥官 拿回我们的遗器 而潜行者的话呢 也是想去追这个眼神称不对啊 那么这个时候红发的话呢 就提出了反对意见 说我们现在应该立刻跟我们的总部 跟这个Hawk进行联系 告诉我们现在的境况啊 那么Steeler 坦克手的话 也是同意红发的想法 然后Solar 潜行者就跟大家说呢 说这个并不是一个民主投票 我是本次行动的一个总指挥 你们应该听我的 我们回去以后是没法跟这个组织交代的 说我们已经拿到这个机器 又把这个机器丢掉了 怎么好意思开口呢 那这个时候苏联方面呢 也在边上签讯加速 说呢 你们怎么着 我们不管 但是我们是必须要把这个机器再拿回来的 因为如果我们回到苏联之后的话呢 我们将面临的是非常严苛的刑法 好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Steeler 坦克手就提出一个想法 说要不然我们两股力量合成一股力量 二一天走 我们一起来打这个眼神称不对 你们说怎么样 好 这个潜行者的话 也是同意此番的想法 那么苏联方面的话呢 是表示拒绝 那么苏联说的话 我们得到的死命令 是必须把这个仪器拿回来 要不拿回来 要不就死 而这个潜行者说呢 说要不这么着 咱们就先把这个仪器给它抢到手 待会之后发生什么的话呢 我们之后再说 毕竟我们知道现在是人单力薄 而对方的话呢 是一个军队啊 好 那么苏联方面的话 也是表示同意啊 好 然后的话就是经典的一幕了 就是我们什维卫队和特征部队第一次联手 那么奔向远方啊 好 那这个时候仪器上显示的话 他们已经逼近那个伊朗的境内了 并且在远方的话呢 出现了一排士兵 这边士兵的话呢 就是伊朗的这个边境士兵啊 那么石墙河南向他们立刻就开火 那这个时候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啊 直接特征部队也是拿着枪向对方进行射击啊 但是回头一看这个什维卫队的话呢 已经踪迹全无 不知道去哪了 好 特征部队这边的话呢 也是觉得奇怪 但是一会的话呢 是发现伊朗士兵的后面的话呢 是出来一辆车啊 这车上搭起的话 就是这个什维卫队啊 他们是绕到了对方的背后呢 是进行一个攻击 不一会的话 这些士兵的话就都报销了 然后他们的话就继续前行到这个伊朗士的一个基地啊 那么这是一个如铜墙体壁一般的一个堡垒啊 那么四周看来的话呢 都没有一个入口 那么这个时候只能让这个潜行者呢 背着这个飞行背包进行一个上方的一个勘察 好 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这个基地里边 然后这个指挥官的话再进行一个演讲啊 那么说呢 我们刚刚的话呢 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第一的话呢 我们得到的这个反重力一个装置 必将使我们征服世界的梦想加速 那么第二的话呢 我们刚刚又消灭了两撮小力量 一个是这个特种部队 一个是这个十月位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啊 那么话刚说呢 在这个屏幕上面的话呢 就是出现这个潜行者飞行基地上空的画面 那么这个指挥官的话呢 也是气同心同喜恨向胆边生啊 对不对 说这两个之前的士兵真的是太不靠谱了 居然没有把他们干掉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指挥官嘴念一想说 哎 刚刚这些部队的话呢 其实只有一些人啊 他们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强攻我们的这个基地 那么只可能的话是秘密潜入 不如我们将计就计 要他们身手 将他们以擒之啊 好 那么潜行者回来之后的话呢 跟大家分析这个堡堆的样子 这个堡堆的话呢 非常像一个迷宫啊 可以从北边和南边 可能会有入口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潜行者也提出了疑虑 说这里面的话呢 可能有一些雷达的部署啊 苏联方面的话呢 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有这个雷达干扰器 可以派一个人员跑在这个迷宫上方进行一个雷达干扰 可以覆盖整个基地 好 潜行者说呢 没有问题 我们也派两个人上去 那么其中有一个人的话就是一个断路器啊 他是一个沟通的专家啊 那么特务部队在这边部署的话呢 是派两名成员 跟一个苏联成员的话呢 在这个上方进行一个雷达干扰 另外一名成员 这个CLAT 就是这个吉普车司机的话呢 是在这个北面大门处的话呢 进行一个撤退时的接应 那么另外的话 我们这个潜行者呀 红发呀 包括这个Flash的话呢 就是进入这个基地从北方进去 他们刚刚到这门口的时候呢 大门敞开呀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说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stalker说呢 不要大惊小怪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门爆破开进去的话 其实他们这个也能知道我们的到来呀 所以说不如我们直接走进去 好 那么当潜行者 红发 还有Flash进入基地的时候 指挥官的话呢 下达了第一个命令 把我们基地上方加热点火 那么这个时候上方干扰雷达的三个人的话呢 就受不了了 从上面的话呢 直接跌落下来呀 那么另外的话呢 这个门口接应的CLAT听到了这个基地上方发出来的声音啊 然后就跟这个潜行者进行联系 说呢 我刚刚听到了这个断动器里面发出的一些声音 好像有问题存在呀 然后这个时候潜行者跟CLAT说呢 你管好自己就行了 这个breaker的话呢 他能够照看自己 那么这个时候他听到对镜机里面砰的一声 好 那么潜行者知道CLAT这边可能出现了不测啊 那么跟剩下的红发跟这个FLAT说呢 我们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那么他们一点一点的往前走 往前走不久之后的话呢 从墙里面突然间飞出了一些红色的这个铁柱啊 那么他们的话呢 也是立刻趴下 铁柱的话呢 只是这个击穿了这个潜行者的帽子 好 那么他们继续往前走 往前走右部分的话呢 发现前方有一块大石头 那么刚刚靠近的话呢 石头就是硬生倒下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墙壁的后方的话呢 有大量的水涌出 那么也是冲着这个三个人往前走啊 那么这个时候红发的话呢 从自己的一个手臂上的话 拿出一个飞镖 并且呢 用自己的公尺固定住飞镖 这样的话呢 三个人才没有继续往下滑 那么一会的话呢 这个水退去之后的话呢 他们发现离自己身形不远处的话呢 就有一个非常深深的陷阱 如果刚刚继续被这个水冲的话 他们必定会滴入这个陷阱啊 这是有惊无险啊 好 然后他们继续往前走嘛 那么再往前的话就听到了嘶嘶的声音 这是什么东西 难道是这个瓦斯吗 不对啊 前面是很多的眼镜蛇啊 那么这个时候幸亏有我们那个flash在啊 就是这个激光器啊 那么他的话有一个面罩 那么他扣下了面罩向前发射啊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眼镜蛇的话呢 也是向外喷射毒液 多会有这个眼罩的话呢 他才没有被这个伤到啊 好 然后几情人的话呢 来到一个铁门之前面 那么潜行者的话呢 也是炸开了铁门 这个时候的话呢 发现在里面已经是等候他们多时这个苏联方面啊 苏联方面军队说的话 刚刚我们抓了一个俘虏人质 让他直接带我们进入了基地 好 我们知道英语里面有一句话呢 叫做 迟到总比不到好 对不对 但是我们苏联的话呢 是不行这一套的 迟到的话就是失败着 那么现在你们的话呢 可以把武器放下了 好 那这个时候指挥官突然出现 说你看看 你们刚刚还想对付结果的话 就互相打了起来 对不对 好 我呢 也吸收了你们的教训 现在的话呢 我要将你们立刻处死 好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在指挥官后面的一个士兵的话呢 撸起了袖子 直接朝这个指挥官的后脑勺打下去 这个人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刚的clutch啊 好的 这个时候clutch喊道 大家快点上车 我知道出去的路径啊 那么随手的话呢 也是绑架了这个眼镜蛇指挥官 好 那么这个时候苏联方面的话呢 他说我不能允许你去绑架一个指挥官 通过这种方法去逃离这个地方 然后直接开枪将这个指挥官击毙啊 我太难了 好 那其实并没有啊 因为这个时候指挥官的话呢 只是一个替代皮 而真正的指挥官呢 是在这个远方进行一个远程操控啊 好的 这个时候clutch是开起了吉普车啊 那么这个苏联方面的一个女士的话 你说让我上车吧 那个stalker前应者是一把把他推下 说车上没座位 然后这个司机的话呢 说你是真有一手对付女性啊 好 这个时候clutch开着吉普车 把大家带出了这个基地啊 那么潜行者的话也问clutch 刚刚的话是怎么回事呢 好 clutch就说到 刚刚我在看扣视镜的时候 是看到后面有一个蛇兵啊 我就用这个对讲机的话呢 将他击晕了 好 故事结尾的是特末的 原本的完成任务 把这批货物的话呢 是运到了港口 等待这个接待人员把它运出啊 那么随行的话呢 还有我们这个火可 OK 好 火可意念凝重的 跟这个潜行者说 孩子们你们完成任务非常不错 但是呢 我要告诉你们 我们真正的这个货物的话呢 已经在昨天被飞机 把它运送出这个国家了 那么大家的真正目的的话呢 就是吸引眼车船部队 和这个十瑞卫队这个目光啊 以让我们部队可以 顺利的把这些仪器运走 好 那么这个确实是一个 比较曲折和一个反转的一个剧情啊 那么这也是应和了我们上一回合 为什么这个Hawk主动联系 这个眼车船部队啊 那么它并不是一个卧底 而是主动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们 为的目的的话 就是让这个部队 可以真正把这个仪器运走啊 所谓这个唯唯就兆 声东击西呢 就是这个道理 好 那么下期的故事的话呢 更加精彩 下期题目的话呢 是从海洋出击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